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在同一座包平面上 描绘下列两函数的图形 那我们在这里呢 先看这个f of x 等于 x 平方 我们做出啊这样一个表 x 以-2 代入得到 y 等于 4 x 等于-1 代入得到 y 等于 1 x 以 0 代入得到 y 等于 0 那x 以 1 代入得到 y 等于 1 x 以 2 代入得到 y 等于 4 依此类推 那在这里呢我们得到 这个 y 等于 f of x 等于 x 平方 这个顶点坐标呢是 0 0 所以呢我们把它描绘出来 那么接着呢这些点啊 都是对 这个 y 轴啊是对称的 所以呢我们把这几个点描绘出来之后 就可以画出啊这一个 f of x 等于 x 平方的这个图形 接着我们看 g of x 等于 x 加 3 括号的平方 减 2 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出 顶点坐标是 -3 負 2 所以呢我们先把它写下来 那么因为这个图形啊 会对 x 等于 x 等于 x 等于 -3 这个值线 呈对称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 用 x 這個是 负 2 还有负 4 以及 x 是 负 1 负 5 分别代入 那求出啊这 y 的值 我們做出这个表 因此呢在這裡 我們把這個-3-2 這個頂點先畫出來 那接著呢畫這個-2-1 -12 以及-4-1 -52 這幾個點 因此呢我們把這一點連起來 得到啊 這一個 泡物線 好 那我們觀察這兩個圖形 這兩個圖形呢 應該是完全一樣的圖形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經由平移啊 讓這兩個圖形是重疊的 那我們看出呢 這個g of x 等於x加3 括號平方-2的這個圖形 是f of x 等於x平方 這個圖形 往左移動 三個單位 再往下移動兩個單位 得到的 這個圖形 所以呢在這裡我們是注意到 如果是往左的話 那麼原先的x呢 要用x加3 換掉 那麼往下兩個單位 所以呢原先的y呢 要用啊 y加2換掉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的這個 式子是y等於x平方 那麼往左移動三個單位 先變成了這個是y等於 這是x加3 括號的平方 那麼再往下移動兩個單位 那麼我們得到啊 這時候y要用y加2換掉 所以呢是y加2 這等於這是x加3 括號的平方 所以這時候2馬一向過來 我們就得到 這個是y等於x加3 括號的平方 再減2 這一個式子